今天的天气冷嗖嗖 中央气象局发布了全台低温、强风和大雨三个特报 未来一个星期将会连续由两波强烈大陆冷气团来报道 玉山与河欢山也同样有机会降雪 今天入夜之后低温可能下探到十度左右 经过温暖的周末假期 不少民众今天早上出门就感觉天气变得冷嗖嗖 毛毛、围巾、口罩与绒衣全副武装 早晨瞬间低温来到15.5度 今天清晨气象局发布全台强风特报 也提醒北北京民众严防大雨 更表示未来一周将受到连续两波强烈大陆冷气团影响 第一波将持续到周三 第二波将在周六南下 因此将维持连续湿冷的天气状态 过来一个礼拜的温度 今明两天是比较偏冷的 水气上来说今明的水气也是比较偏多 甚至连除了北部跟东半部迎风面 有机会降雨之外 在中部的山区跟南部地区 今天也是会有机会出现一些局部的短暂雨 温度方面 气象局提醒民众 北部东北部气温偏低 今晚入夜后低温将下坛10度 中南部地区则受到冷却辐射效应 在周三以后会出现日夜温差较大的状况 甚至可能在清晨今线10度低温 这波冷气团挟带大量水气 玉山和欢山也有降雪机会 今天最低温 目前清晨最低温 在新竹有13.1度淡水13.2度 预计今夜到明晨的低温 大概在中部以北跟宜兰 约是11到12度左右 连在南部地区大概也说 13 14度左右的低温 花冬地方的低温大概是在16度左右 这次湿冷的天气将持续到周三 在北部及东半部地区 还是会有短暂雨出现 北台湾人会感觉湿冷 中南部则是多云稻情的天气 日月温差较大 提醒民众记得做好保暖工作 同时这波强烈大陆冷气团 挟带中国空气污染物 提醒过敏族群也特别注意 新团人电视高建伦电影上台湾台北报导